你错了 什么我爱你一类的 那这样不是挺浪漫的吗 男朋友向你朋友道歉 那你有没有在乎我的面子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怎么了 那么多人更能证明你爱我吗 你看他到这还那么说那么任性 你说了吗 我 我说了 我以为你没说的 你说了你 我说了不是为了哄他吗 他说不也是喜欢他才会跟他说的 我们这两个在一起不是一百天吗 他分明答应我跟我一块去逛街吃饭看电影 结果因为他朋友一个电话就把我拉过去了 而且我们当时也商量好就待一会就走的 结果他呢一待就待将近半夜了 我当时就是太无聊了 以及他的朋友我都不认识嘛 然后我给他使了那么多颜色他都没看见 不是 跟朋友在一起干嘛呀 朋友聊天 就是吃吃饭 对 而且一直都不理我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俩刚认识一百天嘛 然后正好我那个朋友邀请我 我就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把他借下号给我那些朋友认识一下嘛 可能就是吃了晚了一些 因为聊得好长时间也没见 也挺尽兴的 也不想就是那个什么 但是他呢就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啊 就没回来 走了 连电话也没给我打 当时我不是看你跟朋友聊得太尽兴了吗 而且你又不理我 我给你使了那么多颜色你也没看见 我不得意 那你之前怎么不会那么体谅我 这事你想起来啊 我和我朋友聊天聊得挺近的啊 自己走了 你怎么不认为我会担心你啊 找不着你呢 他默默地走了是吗 就是他接来了一个电话之后 你就出去接电话嘛 就没回来 那你没去找他吗 我去找他了 先打了电话然后没打通 我当时那个手机刚好就是没电了嘛 然后就是没有接到他电话 最后我也跟他解释了 那你应该走之前打个招呼 你说我得走吧 还有事吗 对啊 当时我看他朋友聊得太尽兴了 然后我也不想打扰他 你要是正大光明 你就直接跟我说啊 咱俩就是是不是该走了 然后我肯定也会和你走的嘛 那你回去你还骂我 你走了之后 我找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找到你啊 然后我就去那个宿舍楼下等他嘛 那会儿我们大概是 我因为我们是情人节那天 那就是确定关系了嘛 然后大概5月24号左右 那天是100天 然后挺热的 那么多蚊子 我就在宿舍楼底下等他 周围好多人 人家都回寝室睡觉什么的 然后瞅着那个眼光特别一样 这当时特别地尴尬 蚊子宿舍楼底下等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吗 是很正常 而且被蚊子咬了鸡口怎么了 那我等到你回来呢 你回来之后又跟我吵架 每次都跟我吵 而且她这次吧 还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自己打了自己一下 当时我就愣了 打哪儿 她就自己这样 打了一下 是打蚊子吧 我打脸 是打蚊子 不是 我打了自己脸 干嘛 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那不理解我就算了 还一直在说我 我父母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那你打你自己干嘛呢 我当时就是有点懵 然后就太生气了 就打了自己的脸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如果我不为你好的话 我暑假的时候也不会就是说 每天晚上都跟你聊天 每天都那样吧 你还说每天晚上跟我聊天 当时放假 她分明就跟我说 说亲爱的 你回去之后 我天天晚上就找你聊天 等你说跟我说晚安 我才睡 结果刚开始她是这样的 到后来 我发信息打电话 她都不接 我都不知道她去干嘛了 我哪有不接啊 那是大三 暑假的时候 我找了一份那个实习的工作 因为就是白天需要工作嘛 然后我们刚去的实习生 然后想那个 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 白天真的就是特别累 然后晚上的时候 还得陪她聊天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 她聊得挺尽兴的 然后也不想就是 直接一个晚安什么什么 就结束了 就想继续聊下去吧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就挺累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睡着了 然后她都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当时不是特别想你吗 我就想跟你聊聊天 放假了 我也不能见到你 我只能跟你聊天了 那后来你知道吗 她直接就把我们 一切的联系方式 都给我烂黑了 我后来担心她 我就是买了一张火车票 去他们老家找她了 买票的那个钱 还是就是我给我姥姥 买生日礼物 攒下的钱呢 然后结果她呢 到了之后 连见面都不见面 她当时就是 没提前告诉我一声 然后我的假期计划 都已经那个 我当时我的假期 都已经准备好 怎么干什么干什么 结果她一来 完全打破了我的假期计划 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那你好歹得见一下面 见一下面 怎么打破你家庭计划了 而你转了天来说 你快走吧快走吧 就那种那种态度 连理我都不再理我的 我回去之后 就是那工作嘛 因为从我 就是从我们老家 到他们老家 得有个一两天的时间 然后我就 工作也丢了就是 我当时也没告诉她 也怪我自己吧 就是没有提前和人 那个商量好 再说你一个实习生 人家要你不要你的 也就那么回事 她当时还骂我了 还怪我了 你还说没怪我 当时骂我说 是因为我才丢了工作的 那这事不怪你吗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这事真的怪你吗 那怪我什么事 你来找我 你不跟我说一声就算了 你还不跟你公司请假 公司工作掉了 你还怪我 那那那一次 我们参加 我参加那个 全国兴致那个比赛呢 你还说全国兴致那个比赛 主持人 就是上次就是 他分明就答应我 跟我一块吃寒餐嘛 而且那个 电视刚刚开张的 我好不容易定到那个位置 结果呢 他呢 因为一个比赛 就把我给放鸽子了 那个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很高兴你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如今互联网即是趋势了 您是否想过 通过一部手机在家创业 没有投资 没有风险 不用开店囤货 不用打理 不用东奔西跑 在家兼职全职都可以 很多的网民 六业余时间做了三个月 就月数入购万了 甚至更多 厂家之销的网购商城 几十万款产品 别人购物 我们就直接从中提成 有手机就能做 如果你有梦想 渴望成功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3290826907 QQ3290826907 或者微信15131523785 微信15131523785 为您详细讲解 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确实是他的 我当时我就是想 吓唬吓唬他 看他到底关不关心我 就因为那么一吓唬 就是我那比赛 我也没心情了 然后草草就结束了 后来老师也不理我 团队同程全也不理我 那你不理我 他们不理你 干嘛老师怪我呀 而且那段时间之后 他就不理我了 我给他发短信 我给他发短信呢 打电话他都不理我 还跟他前女友聊起来了 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总得找个人 倾诉一下吧 你找谁倾诉不行 你干嘛找你前女友啊 那我能找谁呢 我说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就是 我们虽然女生多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说话了 然后跟男生说 我怎么好意思说这些事 我想来想去 也就还能和他再说一下了 反正你找谁就不行 不能找你前女友 你知道他后来 做得更过分的事 这其实是因为这事嘛 他怀疑我 然后说你必须得 叫出来 把你的女朋友 叫出来 咱们仨一起吃个饭 干嘛呢 说那个 我情商肯定能和那个 前女友成为那个好朋友 没问题 如果你那个不叫出来 你就心里有鬼 我就是想测试他 心里有没有鬼 如果他心里有鬼 肯定不敢约出来 把他的女朋友 前女友 前女友约出来吃饭 那我到最后 不是约出来了吗 约出来之后你呢 那么冷淡地看着人家 你前女友 我能好眼色看他吗 那如果你那么冷淡地 看人家 那么骚人家 你何必叫人出来呢 弄得我两大都不是人 这样真的让我很尴尬的 那你就不能理我吗 你要理我的话 我也不至于 发你手机 知道你跟你前女友聊天了 就这段时间之后 我好长时间 就是没理他嘛 后来您知道嘛 他就把我银行卡里 所有的钱都赚走了 他怎么会能赚你银行卡的钱 就是因为 不是 当时他追我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我放心嘛 就把银行卡交给我管理了 然后他也对我说 亲爱的里面的钱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然后这段时间他老是不理我 然后我想把钱转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理理我嘛 因为毕竟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然后呢 您说他把我所有的钱都赚走了 我一个月就那么 两千块钱生活费 一分钱都没有了 平常我之前 有的是用个支付宝什么的 就弄出来了 因为我们大学周边 也不用什么献钱嘛 就是支付宝 或者是那个饭坎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倒好 都给我弄走了之后 就还剩饭坎了几十块钱 根本这一星期都货不了 回来之后 还是和我那个摄友借的钱 吃了一个星期的泡面 之后你不把钱又转走了吗 那我还不转走 都快那个寒假了 我连买车票钱都没有了 就因为我把钱转走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去了我们班 当时全班那边和我吵 就认为这点事 吵什么呀 就是说你看 根本都没有关心过我 不担心我 怎么过这些日子 我当时就是想让他哄我 我没想啥的意思 每次都是我哄他 越哄越坏 这次我真的就是不想再哄他了 我感觉因为这次我 就是我不能说始终没有错吧 因为是我感觉我这次真的没有错 真的不能再容忍了 况且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肆实习了嘛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就是他的话 肯定会让我去他们老家那边工作 我感觉肯定不可能 你是要让他跟你回老家吗 去安徽吗 是的 你不愿意跟他去河北或者其他的地方 因为我父母就是特别舍不得我 就是必须让我跟他 你也知道你父母舍不得你 但是我父母也肯定舍不得我呀 所以说那个我就是家里已经找好了一份实习的工作 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天津就是实习那个助理初纳嘛 然后我实习完这份 就是到最后毕业之后我肯定会回河北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想和他那个说清楚 然后就是那个也希望就是放开他之后 让他自己更好的成长 然后也就是放过我 就是这样 女生呢 放不放 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 你是放还是不放 我不想放 不想放还是不放 我不放 因为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他当时答应我 就是一定会好好对我的 结果他现在要替我分手 而且他每次都说我 因为比赛的事说我 因为那个朋友的事说我 都说我都怪我 我感觉我在他心中都没有 他的朋友他的工作 他的那些事重要 那你还不把这臭小子放了 但是我觉得 做事得有始有终吧 当初我既然选择了他 我就希望能跟他一辈子走下去 不管他对你是好是坏 对 不管你是否喜欢他 我挺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我不可能选择他 明白了 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皮特分店 我怎么觉得你放不放他呀 都值了 我就听这姑娘讲说 我说我这青春都白活了吧 这个我到现在也没 这个拿过男人银行卡 说你的钱我来管吧 你看你才20出头 就已经管上男人的钱了 多值啊 你这几年恋爱没白谈 对啊 我觉得我真是挺羡慕你的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 你们才是恋爱的初期 其实你已经把很多 你不应该掌握的权力 全掌握到自己手里了 越界了很多